星期二下午 亞特蘭大市中心Pitch Tree Center的食品廣場發生槍擊事件 一名34歲男子開槍打傷人後 被警方開槍擊中並逮捕 這起事件導致除嫌疑人外的三人受傷 分別是一名47歲男子和兩名年齡分別為69歲和70歲的女性 目前三名受害者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據警方透露 槍手在開槍前對其中一名受害者進行人身攻擊 最後又向在食品廣場的另外兩名受害者開槍 案發後嫌疑人遇到兩名警察 其中一名警察與嫌疑人對峙並開槍擊中他 另一名警察則踢開嫌疑人的槍幫助繳鞋 據悉嫌疑人是一名以定罪的重罪犯 曾經因為磁鞋搶劫入獄服刑 此前已有11次逮捕紀錄 目前警方正在調查此次事件的動機及其他相關細節 《天后衛視》就在編輯報道